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周围的朝鲜越南都使用过汉字 后来这些国家根据汉字创造了自己的文字 最终又都转向了拼音文字 总之都不再使用汉字 他们为什么会把汉字废除 接下来你将看到 汉语和汉字都是越南上流社会 才用的让更多老百姓认字 朝鲜创造了一件文中国的汉字 会走向拼音化吗 PART-01汉语和汉字 都是越南上流社会才用的越南文字 经历过三个历史时期 一是举国上下统一使用汉字的时期 历时千余年 二是上层社会用汉字 民间用南字的时期 历时八百年 三是统一拉丁字母文字国语字的时期 从十七世纪开始酝酿 1945年被写成国策 这三个时期中的前两个都和中国关系密集 越南街头的汉字春联中国的中央政权 从什么时候开始和越南第一次接触的 现在已经说不清了 淮南紫竹树殉忠写 西者神龙之治天下其地南至交之 把中央统治越南的时间上推到了神话时代 这显然包含了很多虚构成分 世皇三十三年 秦统一领南 设立桂林 向郡 南海三郡 秦末天下大乱 南海为兆头趁机建立了南越政权 在南越实行秦治 从中原吸收大批有汉文知识的喜民与越杂处 兆头大力发展汉文化 建立学校教授汉学 让越南北部变成了文明之邦 南越国公元九百三十八年 无权攻打南汉军 越南建立独立政权 脱离中央管辖 但保留了宗藩关系 此后 越南历代王朝 仍然以汉字为正式文字 朝廷公文用汉语文言文 崇尚儒学 修建了国子建和祭祀孔子的文庙 但是发达的汉字和儒学教育 并没有会及 越南普通民众 汉字和汉语仅在上层社会流通 越南语一直是一种只有语音没有文字的语言 越南人把汉字称为儒字 只有高级知识分子能掌握 普通百姓没机会学 可能也不大想学 民众需要能记录日常口语的文字 越南人或者直接借用汉字音译 或者在汉字基础上 用不手笔画做材料 根据汉字造字法创造了南字 南字是用来记录越南语发音的俗字 它和汉字外形很像 乍一看和中国人写了蛮指错别字差不多 它也是有笔画构成的方块字 而且竖牌从右向左书写 不过南字的表音功能比汉字强很多 而且同一字有不同构造 又因为从未得到过政府层面的字形规范 所以有大量一体字 南字南字具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现在还没搞清楚 不过越南学者大多认为 南字萌芽于十世纪末 后来南字越来越系统化 并且有了自己的字典和文学作品 最有名的就是金云翘船 然而南字从诞生到消亡 一直只在民间使用 从未变成过全国通用的官方文字 1651年 法国传校士亚列山德罗 做成越南语拉丁语图好亚语词典 是越南语用拉丁字母标音的起源 1884年 法国当局在越南推行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国语字 还引发了民众抗议 被视为殖民主义的象征 即使这样 汉字和南字一起 还是无可避免的在法属越南衰落下去 同一个象征 代表殖民还是民族独立 经常就在一念间 二十世纪初 越南兴起各种民族主义运动 其中之一 就是推广拉丁罗马字 以反法脱汉为目标 1945年9月2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9月9日 正式颁布了推行越南国语的国家政策 从此 拉丁字母的国语字 成为越南的官方文字 越南书法PART02 让更多老百姓认字 朝鲜创造了艳文在受汉文化 影响方面 朝鲜半岛的状况和越南差不多 论起创造文字 朝鲜比越南更走极简峰 朝鲜在15世纪发明艳文之前 用过一千多年的汉语书面语 和越南一样 那时的朝鲜 也处于文字无法记录本民族口语的尴尬处境中 为了完整简单的记录朝鲜语 人们创制了朝鲜语文字艳文 在当时 艳文是贬低的称呼 指这种文字和艳语一样 是来自民间的低俗语言现象 1446年 由国王李世宗主持 郑林志 崔环等学者参与 朝鲜官方正式颁布了 类似中国汉语拼音方案的殉民证音 殉民证音是汉语文言文写成的 意思是 交百姓规范朝鲜语音 一共规定了28个 后来经减到24个 表示朝鲜语中原音和辅音的部件 然后根据不同音节 把这28个部件合成不同的字 常用字数量大概在2000以上 艳文推行之初 受到掌握汉语汉字的精英阶层骑士 但这种易于学习的文字 在他们的妻子儿女之间 迅速流行开来 当时的宫廷女性 用艳文书写信件和规防歌词 一时成为风气 这与日本评甲鸣 首先在上层女性之间流行的情况差不多 艳文虽然是一种表示发音的文字 但它象形而自防骨砖 基本的构字方法和汉字差不多 它不像拉丁字母文字一样线性书写 而是把一个音节的不同部分 按上下左右结构排列 总体看起来仍旧是方块形状 韩国书法经过400多年的民间流行 艳文在19世纪末期的民族独立运动中 被赋予了民族觉醒的意味 成为有气节的文字 当时人们认为专用艳文就是爱国 使用汉字就是贵族 是崇洋媚爱 1896年 艳文刊物独立新闻正式出版 同时期政府也开始限制使用汉字 用艳文书写公文 但到1940年代 艳文遭到日本当局禁止 1945年 朝鲜完全独立后 把艳文却定为国家文字 无论韩国还是朝鲜 现在都已经废弃了汉字 1997年 韩国还将殉民圣音 作为国宝申请世界遗产 PART03中国的汉字会走向拼音化吗 语音和文字是可以分离的两套系统 任何一种语言诞生之初 一定有语音 但却不一定有文字 而在语言发展过程中 语音系统和文字系统相分离 也是挺常见的事情 古状文 契端文 女真文 西夏文 白文 哥巴文 水书 燕文 日本甲鸣 越南南自受汉文化影响 汉读周边的民族和国家 或者直接用汉字形体记音 或者在汉字形体的基础上 创造了自己的文字 绝学之一 西夏文这些民族和国家 在创造本地区文字过程中 一般经历了学习 借用 仿造 创造 四个阶段 早至秦汉晚至唐宋 许多地区直接使用汉语文言作为官方媒介 堪称是一个东亚同文的时代 后来汉字规划为非 汉语的民族文字 有些民族直接借词 有些民族借用字音改变字意 有些民族借用字意改变字音 南自更进一步 仿造汉字构字法 借用汉字原有的偏旁不守 创造本民族文字 燕文则走上了表音文字道路 从汉字出发 创造出了全新的文字 所以显然 汉字虽然不是一种纯表音的文字 但它本身是可以像古埃及象形文字一样 从中孕育出一个字母体系来的 同时 汉字也不是汉语这门语言的唯一载体 用拼音文字记录汉语发音 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 小经文字又叫肖经文字 是西北人使用阿拉伯语字母 书写汉语西北方言发音的文字 东干文字 是中亚东干人用斯拉夫字母 记录汉语西北方言发音的文字 女书则是广西女性改变汉字形体创造的特殊表音文字 因此汉语本身也是可以被其他文字记载的 绝学之二 东干文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拼音化是汉字进化的方向 这里涉及到一个效率问题 几次文学革新运动 已经解决了文言文语汉语口语不一致的问题 人们说汉语用汉字 不存在越南朝鲜那种与英文字不相匹配的问题 自然也没有必须改革的理由 况且作为一种本身已经足够完备的 既表音又表意的文字体系 要放弃现有形式 强行走上拼音化道路 实在是多此一举 毕竟拼音文字更高级 拼音化是文字发展终点的观念 在语言学界已经是一个过时的近百年的推测 EMD本公众号所发布内容大多整编字网络 这些内容仅做公益性分享 不代表民国杂谈的立场 如图文内容有任何版权问题 请邮件联系 MINGUOZATANIT163.COM 我们会及时更正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INGUOZATANIT163.COM